今年这个月的月初 金舌妇就在我们的金星堂楼下了大厅 最后一次的公开跟大家见面 同时举行了她的新书发表会 这本书《淡滨带你牛逼》 有一天她突然问我一句话 她说你知道淡滨的哥哥叫什么名字吗 我们是先后在意大利好几年的时间 我自己甚至在佛洛伦斯 淡滨的故乡 从来没听过 想了半天 我只好很惭愧 我跟她讲说我不知道 那你知道吗 哦 她哥哥啊 当然就是蛋饼啊 我们的这个金神父 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人 在他严肃的外表上面 他内心非常的炙热 他非常的贴心 有一天我在这个 轰我的衣服 接下来好多事情啊 我忘记把我的衣服 从这个红衣机里头拿出来 等到我回到房间门口 一栏衣服已经放在那个地方了 然后呢 上面有我的手帕 这个手帕 他自己 把它烫得平平整整的 然后呢 就放在上面给我 这都是他小小的动作 可是 现在回想起来 都是大大的爱 在这个中间 他在这一辈子的时间 就是六十岁 我们说一个甲子 换句话说 以中国人来讲 是一个时间的满全 在这个时间的满全的整个过程当中 当然少不了各种各样的淬炼 因为如果你是一颗钻石 这个钻石在圆框里头 它也只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石头 然而 当你要把这个钻石 磨成各种切面的时候 要花多大的精神呢 所以 他受了很多的苦 在我们看到的 他最后 在癌症的末期 末期 还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 他所写的这本书 但丁带我们游地狱 他其实 是这么样子的 希望他自己最后的时间 最后的一些经历 只要还在时间当中 就能够炸出来跟大家分享 他自己因为 这个鼻咽癌的关系 非常痛苦 我还记得 他第一次癌症 开刀 他跟我讲 志顶 麻烦你 今天晚上 一定要睡在我的病房 住在我的病床旁边 我说好 那个是过大年的时候 我本来是下午要去 可是 做事做事 一直做不完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我今天晚上 一定会过来 请你 耐心一点 好不好 到了晚上十点钟 我终于冲到了医院 就陪他一起 他在病床上 我在旁边的沙发 他说你什么东西 都不需要做 你就是在我旁边 躺着 睡在那边就好 我也不会吵你 他当然不会吵我 可是也就是这样子 实现了耶稣所说的一句话 你们有两个人或三个人 因我的名聚在一起 我就在你们中间 因为是耶稣基督 他自己的灵在 来安慰他 也安慰我 我曾经跟他讲过 我说啊 你还不是一个普通的石头 你是一颗钻石 把这个钻石 要把它磨成 亮亮的恶走千蕴 闪掉发疯 人见人爱的那一颗 别人啊 也许 就是普通的人 普通的事情 啊好受不了啊 我说你看看 模拟的是谁呢 我们教会内的高级长官 我说你要你这样子的 分量的人 才可以把你琢磨出 你的光彩 可见得你还真的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 可笑一下 事实上 在回溯他更早以前 有一次 还是修士 他私下跟我讲 他说啊 你看我们看了这么多的圣书啊 圣人的传记啊 他心里头是非常笑容 他就在说 我希望老 我以后我死的时候 我死是什么样子 嗯 他在这身一种地板 然后呢 别人都看得出来 可是我非常的痛苦 我希望马上的痛苦 献给耶稣 我们在教会的圣人当中 有哪些人是像这样子呢 近代的一位圣人 圣女小德兰 他就是 做了各种各样的痛苦牺牲 不告诉别人 但是 你知道 他为了主 可是当你在痛苦中间 你能够承受吗 你还能够记得你当初 所有的这样子的 这么因好事的渴望吗 他是像这样子走过来了 在 求学的过程当中 他好几次 是被别人认为 不适合在修院里头的 他自己 努力坚持 这让我又想到另外一个圣人 叫做圣维亚纳 当初在修院里头 那个维亚纳 就是有一点笨笨的 可是他很执着的 我要追随的是 耶稣基督 维亚纳 多次 被请出修院 可是他仍然坚持 我们的精神父 他还真不是笨笨的 可是呢 不晓得为什么 那个时候 就有一些人觉得 他不适合在修院 他继续坚持 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坚持的呢 有多少人欢迎他 你到这边来吧 你到那边来 我们都很喜欢你 要不要给你介绍朋友啊 他不用人介绍 他自己就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包括今天在座的雷彬 他是加州唯一的男孩 上面是两位姐姐 他还是杰斯 他在了不起的爸爸 跟女性 都不理 甚至于他自己的爷爷 他们平家在上海 哇 那是 想要用来头的 那个爷爷跟爸爸讲说 你为什么让这个孩子去吃到呢 我告诉你 当他回家 他要不回家 来想办法 就出了个收拾 让他就会留在家里 爸爸一听 差点抬桌子 孩子的圣招 是他去答复天主 我们怎么可以去破坏呢 所以 我们这个经修士 情情景景 常常都记得 我们是追随圣招 而在小书院里的 葛万里院长 常常反复一句话 他说 今天你们来这边做修士 记得一件事情吗 耶稣说的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而是我拣选你们 并看起你们去结古石 去结长存的古石 这些话 都深深地落运在 金修士的心中 他生神父的时候 那一年 我正好 从爱人 中间的一段过程 回到台湾 他在我们福人大学的中美堂 地生神父 在那一次 我就是司仪 我很高兴 能够看到我的同学 今天步上了祭台 我就看着他这一个过程 不断不断地演进 从头到尾 只有跟随耶稣 终于被耶稣召唤的 那一个使命 而他怎么样去体会到 天主的爱了 怎么样体会到 耶稣 在这一个苦路的过程中间 多少次跌倒 又站起来 他就是像这样子的人 在他最后的时间 他写了非常多的书 我也很惊讶 他告诉我说 他这个癌症 痛到他 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所以怎么办呢 晚上没有办法睡觉 他就起来写书 起来祈祷 像这样子 他这么样子投入 在爬格子的时候 他发现好多的恩宠 进到他的心里头来 这个时候 他似乎也忘记了 那一些痛苦 所以最后的时间 一本一本的好书出现 闻到出版社 我们的费神父 就帮他好好地出版了 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 就在跟时间竞赛 把他所得到天主的恩宠 还要写成文字 跟人分享 那他要分享的是他自己吗 看起来好像都是他写的书 他也跟我讲一件事 好多时候我在写的时候 我在好好在默想 在反省 当我把它写出来了 我自己惊叹 哇 这不是我的东西 我怎么可能写得出 这样子的东西来 他深深地在这个中间 体会到一个谦卑 他是在祈祷中间 在痛苦中间 一个字一个字的刻画 在稿子上 今天收集成书 让我们去一起分享 那一个惊叹 他在我们福人大学 在做这个宿舍中心的主任 那个时候 宿舍一团乱 非常多的同学 反对这个 反对那个 然后呢 要什么独立 然后什么自由啊 自主啊 等等等等的 当然学校的作为 并不理想 但是他那个时候 是宿舍中心主任 他一间承担了 多少年来 那个不理想的情况 努力的 就是用天主的爱 他的宽仁 他的理解 去面对我们的学生 有很多的同学 其实不是我们自己 这边宿舍的 不晓得是从哪里来的 那个时候 竟然都出现在福人大学 好像他们就是 我们的宿舍的住宿 住宿生一样 抗义 恶意公结 使得他在骂 他就站在那个地方 也都听了 也都接受了 非常非常的痛苦 戴罪羔羊 更好说他是 无罪羔羊 全部的见识 飞到他的身上 忍住 他多希望 也在这个时候 能够像那些 反对的人一样 恶狠狠地 再骂回去 No 他知道 只有仁爱 胜过一切 耶稣自己 就是仁爱的代表 多少的事情 忍得 忍得 最后离开了 那个会场 好不容易 把事情告一个段落 回到他的房间 整个人 瘫下来 双漆 重重地 跌落在地上 祈祷 今天我们 听到的这个读经 保禄中途在告诉我们 在一切事上 务必谨慎 忍受艰苦 做传扬福音者的工作 完成你的职务 我们特别选了这一段 因为真的是符合 我们的精神符 因为我已经被奠记 我离世的时间 已经尽了 这一场好仗 我已经打完 这一场赛跑 我已经跑到终点 这个信仰 我已经保持了 他是如此的 保持了他的信仰 面对各种的合逆 他并没有畏缩 反而他知道自己是一个软弱的 刚刚在我们的这个幻灯片上面 大家看到 请你们为我祈祷 因为 我这个不争气的身体 他知道还需要大家的祈祷 今天呢 这信仰 我已保持了 从今以后 正义的冠冕 已经为我预备好 精神符是走过这条道路 我们都是在他的生命的过程中间 参与了其中一部分的人 也见证了在他身上 天主的恩宠 我们问 那么我们自己会是如何的呢 耶稣三次的问了伯多禄 你爱我吗 让伯多禄有机会去反思 我到底是爱天主吗 爱这个耶稣吗 我是这么冲口而出的 我爱你啊 还是说 我用我的生命 我爱你 最后一次伯多禄说 主啊 你一切都知道 因为伯多禄反省到他自己的生活 发现到说 好多时候 嘴巴上说说而已 可是呢 我自己的人性的限度 我的软弱 让我好像 哎呀 对不起啊 我说这句话 有一点言不由衷耶 主啊 你知道 你知道我爱你 金神父 六十年的时间 现在圆满了 回归到天主无限的慈爱当中 我们呢 我们不由得也问我们自己 哇 他是走了这条道路 我们呢 也像伯多禄当初问耶稣一样 那你那个门徒怎么样啊 耶稣最爱的门徒 大家知道的是若望 可是耶稣怎么说呢 我如果愿意把他留下来 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有什么相干呢 换句话说 你不要太在乎他怎么样子 重要的是你怎么样子呢 那么你只管跟随我吧 我们有我们不同的困难 换句话说 就有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成圣道路 而且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的金神父 给我们看一看 但丁如何带我们游地狱 我们看到了金神父 我们也看到了 我们也相信 天堂一定就在这个地方 作为一个行政的主管 每一天所有的事情冲击着你 所有的人 不管是喜乐 不管是痛苦 你到晚上能够好好去睡觉 这的确就是一个大功课 有一天晚上 已经非常晚了 更好说是很早吧 我在文陀楼的小圣房 正在有一位金 婚经历的抬起头来 他的房间就在隔壁的楼上 他这么开窗 往圣房里头看 那边就是耶稣身体 就在那一下那 我跟他四目相接 可是因为我也在祈祷 他也知道 他大概开窗里 也都是习惯性的 要向耶稣说一声晚安 那一瞬间 这个印象映在我们的牢牢里 而今天呢 我们的金石子 祝福也在天堂的窗口 看着我们美运 他如何成功了 那么我们也继续努力 今天我们能够遇到当主 没有一个人是被强迫 无非不是受到他的那个变态 从他身上我们体会到 天主给我们的希望 天主给我们的爱 天主给我们的力量 那么主让我们也举心向上 因为保禄中途跟我们讲说 特别的观点已经为我预备好 不但是赏给我 而且也赏给一切 爱你他写信的人 谢谢我们各位 爱你耶稣写信的人 今天一起来参加这一堂明杀 我们把金石子 安心地拖在天主 死杯的手里 也让我们自己安心地生活在天主 爱的寒暴中 annya路上 有些东atz 有些东西 未经历 早上 事 15 18